黑衣是狐,赤脚不邪,很多人或许猜不到,这个沉默不起眼的小老头,就是中国摇杆领域的,熟悉科学家李小文。 在30余年的科研生谣里,他先后主持多项863、973、拉萨基础研究等多项科研工作。 在长期的摇杆科学研究中,其独创的L-Eastrology和光学模型,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陷入里程碑系列,而他和他的团队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定量摇杆研究的发展,使我国在多角度摇杆领域,始终保持着国际领先地位。 然而在生活中,他却是不休憋覆的学术太陡,明明是堂堂认识和美当出门时,他总是不着觉,白衬衫黑裤子,手里拎着上世纪的旧书包,买下一双破布鞋,瞬间土掉渣。 就是因为穿着特别土,他曾几次被龙卫当成推销的龙民,被拒之门外。 还有一次,他去学院领院士补助,鞋挂着破包,站在财物处门口,结果被学生误以示,空调师傅讨聊工钱,成了学院的校谈,而他却不以为意。 其实李小文的不休蝙蝠,不是因为懒惰,更不是因为囊中羞涩,为了帮助贫困学子,他曾捐款百万,只是生活中,他一直在做剪法,仅是修饰除去冗烦,只有吞去光环,才能安安静静做学问,至今会神域英才。 课堂上他是好赌的教书将,和学生相处时李小文是快乐的,除了可以广泛讨论研究课期,李小文还总喜欢和学生打赌,他从不以权威自据,也从不反对学生的意见,哪怕是特别幼稚的想法。 相反他喜欢和学生们打赌,通过打赌激励学生的钻研精神,在他看来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,就是要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。 先生爱喝小酒,做戏又不规律,每天的饭菜也是选菜拟粥的凑合。 随即重病不起,神前,就为为中国科研,奉献了一生的老人,在你流之际,留下了这样的遗嘱,不使用急救措施强行延续生命。 不浪费国家资源,不拖累别人,一点塑心,欣欣天下,平凡而来大不过如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